震惊 第二章里边还有一个信息啊 就是 那按照惯例啊 这一年都不要 都不能理他了 就是我们学校的惯例是 最后一名所有人都不理 啊 校园霸凌 对 瑞斯拜是学校里出了名的 恶女大姐大 以专门欺负同学为乐 在大一学期的 推议执行评选中 在瑞斯拜的空票操作下 爱唱歌成了最后一名 我想要报复她 那我给你相网造谣 我就说一下你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照片你没看到了 我给 简容 对 故意给她批丑的 做一张假的这种批图出来 我再拿自己的号去说 哇他觉得长成这样啊 就是然后得到认同 然后呢 我再录下自己的汗声 到网上给她造谣 然后我用别的号 就是去挑作嘛 去侮辱她嘛 然后包括背后辱骂粉丝那一段 其实是别人找她 让她演示一下 她是戏吗 所以她就演了一个那种 角色里的东西 但是呢 我把中间那一段截取下来 断章取义 给她放到网上 让大家去审判她 然后呢 其实后面再往上身上 喝什么脏水 我觉得大家就会相信了 因为 集体网爆了呗 对 就集体网爆了 只要你有一个事 大家认为是对的 那后面你说什么事 无论她对不对 她不在乎是真瑜伽 我也参与了 这个所谓霸凌狐杰的 对一环吧 还有一个那个什么 Respite是霸凌者吧 这位自己开启 这是我的 没有 这么高啊 原来 原来你这个大客 因为我本身呢 是一米六七的身高 所以背了保持一米七七 每天都要踩高桥 同班同学 叫什么名字 小柔 我叫小薇 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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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小薇 白羊座 加油 他喜欢你啊 顿 浩 落 牙 艳 甜 超光瓶真的可以助力 脸部轮廓 线条更好看 轻松拥有上扬好状态 爱漂亮的电影 你怎么换衣服了呢 因为我刚才在搜证的时候 把翅膀给折断了 触犯了天条 所以我被点为烦人 是挺烦人 我们这么近 不会一眼就看穿了内心吗 这里连个黑色的眼睛藏的地方都没有 你在怕什么 你在害怕什么 滚人 我鬼鬼祟祟 我从小就有偷感 你会 哈哈哈哈 哈哈 从小就有偷感 首先 谁就是这样的啊 那个 啊 哈哈哈 嘴角压一下 哎哟 是这样的 这个我跟这个 随斯拜呢 就是同学 但是呢他是搞这个话剧这一片的 但是我主要是电影咖 我跟他就是其实交集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他的才华我还是比较欣赏的 他是一个比较厉害的表演 是交流艺术 当然了他心里还有我呢 没了 那是昨天的事 那是昨天的故事 那是昨天的事 你咋了我是推探我咋了我 哦是吗 好反常啊真是 那个门是被人拿胶带给从里边给粘住 那这个人如果从里面粘住这个门 他怎么自己再出去呢 如果上面都被封起来的时候 我赶紧下楼 发现因为胶带的原因门根本推不开 所以那里边就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出口吧 你的意思是天津里面有别的密道 对 而且对他的态度比较暧昧 大家同学 你要加油 加油 加油 很可爱啊 7楼有人说 别吵架 还有没有别的音乐剧推荐呀 有人回复卡门利了也不错 同意同意 巴巴在里面太美了 我一句不提 又有人说 而且他人常好的 卡门利了女主 实质名为是双女主了 这个我要投诉他 8楼有人说 没人好奇 猪透男主原名叫什么吗 回复叫猪头 说别闹 叫胡杰 好像是童星出身 又有人回复 但你确实可以叫他猪头 听说之前宿舍楼那个憨人就是他 多拉说 就是他 这个多拉很知情 从大一转到这个大学的时候呢 就经常在宿舍楼里面听到憨声 这个 哎呀有点像 那不然他多几个味啊 就是类似这样的声音很吵 但是当时呢我忙着和金丝穴谈恋爱 我就没有太在意这件事情 直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 这个憨声影响我的睡眠 导致我后来演出也出现了很重大的事故 我就去问 这个我听憨声来源的地方 就是二零二宿舍 也就是您好 和胡杰 胡杰的宿舍 我就去质问他 我说这个打憨的人是不是你的好朋友 胡杰 他说是的 这是一个报复他的机会 我就跟这个瑞西拜说 我说你把这个剧目的主角的名字 改名叫猪透 好不好 因为和猪头是谐音 因为他很喜欢打憨 然后瑞西拜就很开心的接受了我的提议 同意了 并且他把这个剧目的名字也改名叫做猪透 在演出的时候呢 胡杰本人对我介绍 他说大家好我是猪透 底下都说胡杰是猪透 就是我在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呢 我的心里面就暗暗变得很爽 你不是这么好人啊你啊 就是啊好英误啊 我身上就胳膊腿 后背包括所有的地方开始 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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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长毛 是脸 就会有撕裂感 然后从这开始 从有小的裂痕和大的裂痕 我浑身开始出血 浑身开始出血 浑身开始出血 就是就是全部全部都是像像用刀刮伤了一样 疼 疼到要命 刚才他用了一个词叫什么 痛呼 痛呼 痛呼了起来 痛呼了起来 痛呼 痛呼了起来 所以他 昨天这个看到的痛呼的人 你 哦 没错呀 那我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特别疼于是呢我就到那个床底下找了纱布 找了纱布然后给我这个所有的地方包扎起来啊包起来了之后然后呢我拿着带带血的所有的那个床带被套啊裤子啊衬衫什么拿到洗衣房我想给他洗干净因为我怕 真是爱干净啊都这个时候这样你也不去医院 那去洗衣服 因为我怕就是被大家看了之后对我唾骂 唾骂你我们不救你吗 对啊我们不会救你 但是我这人很在乎名声的一个人 并且是影帝 在形象上不能让人看到我买真是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哇 而且她有一些列号就是整容说了 憨声说了侮辱粉丝说了交往十八个女友再进行中好像不需要再有什么证据了现在说起来大家就信什么 恶意造谣又杀人又害人 这是你对胡杰的嫉妒心 推阵大瓜 草根哪有同心好 史诗句作 当面埋伏 疑似换男主 把他圈出来说 你凭什么 嫉妒性太重 嫉妒性好强 我仿佛着了魔 你们听我说 昨天案发之后 我非常的紧张 可是我想到第二天还有演出 我必须去表演和锻炼 所以我就去形体房 我就练练我的肢体啊什么的 然后我在练肢体的时候 突然 眼前白茫茫一片 拢住了我 我想逃 我逃不出去 我真逃不出去 我说我要出去放我出去 难道是我入戏太深 然后我就一直挣扎 眩晕 在醒过来的时候 我到了小脉部 我瞬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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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吃龙虚汤 活着了 你也梦有了 所以你没有记忆 从练功房直接在小脉部 是的 你太可恶了 我真受不了你这样的女人 是我妹我要掌裹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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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 她害死了你的青梅竹马的姑娘 你快点 她还知道故意接近我的 还是 她还脚踏两条船 还要花别人的钱 我做错了什么 我没有做 我逼她了吗 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死啊 不 你们评评理 我逼她了吗 我 我跟那些霸凌一样吗 我 我跟那些霸凌一样吗 你在利用她的孤独 你在利用她的需要 被别人需要的感觉 在利用她 花她的钱 让她照顾你 没有啊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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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